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11月底要赛德克人把租屋拆掉 赛德克族人感到无助又无奈 首先带您关注的是来自蓝宇的动态 台东蓝宇是一个海岛 买车子当作交通工具的车主 就经常必须要面临海风会袖拾车体的问题 有部分驾驶人为了想要省税金 就趁机将还可以开的中股车先报废 希望可以节省每年必须要缴纳的牌照税跟染料税 但是报废之后却又继续开 不过这一来呢 车子就会变成违规的车辆 因为一旦发生事故 没有办法追查车主跟来源 现在蓝宇公所为了协助蓝宇居民淘汰无牌车 或者恢复车籍 就由蓝宇乡公所向台东县府争取三年的缓冲期 暂时以压克力板为无牌车制作识别车牌 要列管箱内的车辆 控管蓝宇无牌车辆的数量 不过有驾驶人认为 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没有意义 为了协助蓝宇居民淘汰无牌车 以及恢复车籍 蓝宇乡公所向台东县政府 争取三年的缓冲时间 并以压克力板制成的识别车牌 列管箱内的车辆 及控管蓝宇无牌车的数量 无牌车辆的识别牌 它不是临时车牌 是识别牌 这里特别要澄清一下 这个识别牌的发放 最主要就是在控管 我们乡里面的无牌的车辆 包含机车还有汽车 客长表示识别车牌 与一般的车牌的差异在于 一般车牌具有法律效益 因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时 除了能够厘清责任归属之外 也会有第三强制险的保障 而识别车牌不具有强制险的保障 不过可以帮助民众 在交通事故发生时 巡线找到肇事者 但这项措施 蓝宇居民说没意义 这没有意义啊 因为你今天发的这个东西 对我们蓝宇人来讲没有意义 因为他没有这个保险的责任归属在这里 所以说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子 不要浪费所谓的资源 跟他的一些经费在运用上 蓝宇乡公所表示 目前蓝宇乡无牌车辆 机车登记有247辆 汽车292辆 但未来预计将会约有800辆 汽机车挂识别车牌 并且从今年9月1号起至104年 三年后 蓝宇将禁止无牌车辆行驶环岛公路 接着小马尼达森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继续也是来自台东的消息 这是劳保又出现了争议 因为台东县成功证300多位渔民 虽然过去投保的薪资 只有一万六千五百块 但是疑似为了想要领夺更多的劳退金 就算实际的薪资不到四万两千块 也将投保劳保的薪资 以四万两千块来投保 观众朋友陆陆续续 可能都曾经耳闻 现行的劳退制度 就是会将劳工退休前三到四年 投保的薪资总和平均起来计算劳退 所以在台东就有着300多位渔民 选择以少报多 但是现在300多人在日前 同时都收到了传票 被控涉嫌诈欺罪 现在遭到台东地检署侦办 老保局清查91年到95年期间 台东县成功证 有许多渔民以低薪资高报 来投保老保 这样不时申报薪资所得 已经涉嫌了诈欺行为 一共有300多位渔民 都收到了台东地检署的传票 全都变成了诈欺嫌疑犯 因为老保局认为 这些渔民有将投保的薪资金额 以低报高 来领取保险给付的方式 所以来含送本署侦办 但渔民非常不满 渔民认为 当时是渔会 通知他们可以在退休前三到四年 以过去薪资总和平均计算 投保薪资 从16500元的低薪资 调高到42000元来投保 将来可以领到较高的退休给付 他们才会办理家保 有部分渔民已经缴了八年的保费 一旦被认定有诈欺行为 不但多投保的保费会被没收 老保退休金也要重新计算 非常不合理 是我们自己抓的 不是说你政府把我们抓的 我也是自己抓 以后我也是抓八千几块 主要你这么准 让人们都抓他 让你现在你用这四十万 这样做你就不对了 渔民说大家收到这样的传票 都人心惶惶 有一位渔民已经坦诚犯刑 台东地检署给予还起诉处分 投保薪资也回到 以一万六千五百元来计算 不过渔民认为错不在他们 要求劳保局清查余惠 是不是也有疏失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 而日前有投信业者 代操政府的劳保基金 进入股市违法炒作 银证公司的股票 结果却惨赔 投信业者拿的就是劳工 辛辛苦苦缴的保费 为了防止银证案再次发生 政府基金发函给委外代操业者 对于股本十亿元以下的小型股 下达准卖不准买的禁令 这却让这些个股在今天全面重挫 拖累了大盘的走势 立委轮番炮轰 政府搞不清楚状况 造成股市动荡 荧幕上F族群个股几乎全面重挫 绿油油的一片也连带拖累大盘走势 会大跌就是因为政府基金 发函给委外代操业者 针对股本在十亿元以下的小型股 以及F开头在海外反台挂牌的个股 寄出准卖不准买的禁令 立委痛批政府搞不清楚状况 乱放炮害股市 四大基金其实他们在 不管在投资策略 在各个方面 其实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如果我是你 我今天考虑说我赞成 你们今天捅这么大的楼子 人家骂得要死 对不对 没台帮钱 生家人家无 半家人一堆 现在股市已经这么虚弱 放那个消息 有立委也指出 四大基金绩效 公股自营操作的收益 几乎都大于委外收益 因此部分立委都赞成 财政部长张胜和的建议 把四大基金整合成 主权基金来操作 主权基金它能不能够提升 它的绩效 报告委员 从今天的报告看得出来 第一个我们不仅四大 或六大也好 第一个它投资的对象 很狭隘 都在国内的少数的股票 国内的一些公债等等 另外对于内信交易 老委会也指出 日后会加强到受委托机构 实力集合工作 落实内控制度 并将在契约中补充规范 限制公开募股买进时间 记者陈小青 陈信龙台北报道 台湾铁路管理局接连爆发弊案 包括八发水灾过后 台铁泰马里桥改建工程 也传出了采购的弊案 交流部长毛治国 今天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公布惩处引单 包括台铁局长范之谷 以督导部州的理由 记过两次 毛治国跟范之谷 今天也都在直询台上 鞠躬道歉 台铁南太马里西桥改建工程 以及大脚和清水无障碍电梯 连环爆出采购弊案 交通部长毛治国 直接在背询台上公布最新惩处 台铁局长范之谷被记过两次处分 范之谷也当场两度向全民鞠躬道歉 只是立委质疑 在检调调查台铁采购弊案之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就曾经三度行闻台铁 认为工程转包有问题 台铁却后知后觉 立委质疑 弊案还会继续往上发展 台铁局长范之谷表示 自己有督导不周的责任 目前全力配合检调查办 涉案人员停职 起诉就调职 而立委抨击 台铁螺丝松散 连新采购的普庸马列车 也在第一天续车就擦撞月台 采购过程恐怕也有问题 当初你在采购的时候 没有考量到这个吗 没有 采购的车辆本身 就是符合台铁整个规定 如果它车辆本身不符合规定 全台湾的月台统统要打掉了 中间有五个月台 在它整个工程上面 他们觉得说 我们基于安全系数的原因 我们把它做一个修正 立委要求台铁全面检讨采购流程 交通部长毛治国承诺 目前正着手清查五年内 所有的工程 三个月内完成调查 预计下个会期 就会给立法院完整报告 记者续安林间台报道 的确以北南族的 不优马部落命名的 台铁新进的不优马号列车 上个月试车的时候 就轻微擦到了月台 今天传出台铁 为了预防列车再度卡月台 所以敲掉了五处月台部分的结构 那么怎么会引进 不能开进台湾车站月台的列车呢 台铁澄清表示 敲月台是进行月台增高工程 缩短月台跟列车的高度差 而不是普优马太胖了 上个月普优马号列车 在进入基隆测试月台时卡住刮杀 现在传出台铁为了避免普优马号再卡住 因此在彰化 贡寮 暖暖牡丹和人和等五处车站 敲掉部分月台结构 台铁表示是在进行月台增高作业 台铁表示因为铁路局几十年来 向不同国家采购列车 车型都不相同 因此针对列车宽度和长度 定出一定标准 只要在范围内都可以行驶 以新车普优马为例 宽度是2.9公尺 泰鲁格号则是2.89公尺 自家号列车宽2.898公尺 区间车2.898公尺 都在台铁定定的标准3公尺以内 台铁说列车规格没有问题 最近陆续的月台施工都是增高作业 让月台和列车间缝隙变小 以免旅客危险 从76公分提高到92公分 配合这个月台提高 以及建筑界线的这个规定 我们重新做一个这个调整 是这样 跟车辆本身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上个月底 普雍马号在基隆车站 确实因为月台卡住被刮伤 尽管台铁当时说明 是因为测试的月台经过改建 平常没有在使用 不过测试出问题是事实 台铁也惩处了4名员工 记者综合报导 美国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总统奥巴马 获得连任之后 他又有了新的创举 为了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势力 奥巴马今天展开他的亚洲巡回 访问第一站 抵达缅甸 尤其是他跟缅甸 民权斗士翁山苏基的互动 在今天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而他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 在任内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站 抵达的是缅甸分别会见缅甸总统天胜 跟缅甸民权领袖翁山苏基所到之处 引起大批缅甸民众的围观 大家手持欧巴马的海报 身上穿着欢迎欧巴马的T恤 欧巴马他赞扬缅甸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民主改革的明显成果 而欧巴马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 在任内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 美国媒体认为欧巴马的目的 在于为美国开辟新的市场 而且打压崛起快速的中国势力 美国总统欧巴马连任之后 还要继续他在上一任的政策 就是要召开跟美国原住民族 共同开的年会 美国总统欧巴马已经正式宣布 即将在今年的12月5号 在美国内政部举行白宫美国原住民族会议 自从欧巴马在2008年上任以来 今年将会是他第四度 一年一次的跟原住民族代表 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在去年欧巴马在这场会议里面 他感谢过去两届会议当中 原住民族提供意见 让美国的原住民族政策越来越好 不但对着原住民族的意见领袖 更新原住民族政策的执行进度 更多次强调 美国政府跟原住民族是政府对政府 国对国的关系 而即将在今年12月5号举行的会议 一般预估原住民族的教育 就业跟医疗会是欧巴马 跟原住民族领袖会谈的重点 在美国总统欧巴马成功争取连任后 就在11月中白宫发布最新消息 欧巴马只将在12月5日 在美国内政部举行白宫 美国原住民族会议 会议将邀请566位来自全国 不同原住民族部落的代表出席 这只将是连续第四次 美国总统欧巴马与原住民族面对面 举行的年度原住民族会议 去年欧巴马在白宫原住民族会议中强调 美国联邦政府与原住民族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等关系 另外欧巴马提到他的愿景 是希望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 美洲原住民族族群的出现 同时在这样的会议中 欧巴马曾经宣传 他在任内已经落实的原住民族政策 那么这新的结合 视频非常重要的一步进展 是改变 但是我连语了更多的事 我说你 sebagai总统 我会工作你为你 遵守来最艰难的问题 面对家庭与内的与美国人 这就是我们做的 我们通过了 通过了《法律族法律法和《法律法律法》 开始让印度更安全的地方 我们承课了 印度更快的体系 而成为健庶法更高的区别的 欧巴马在大选前宣布11月就是美国的原住民族月 并且表示在连任后将会继续与各个部落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预料医疗教育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将会是今年白宫原住民族会议的重要话题 记者邱的正编译 镜头回到国内行政研明会规划利用10年的时间 要推动台湾14个原住民族成立30所部落学校 那么在北南族的地区相当重视 今天特别由北南族民族自治事务促进发展协会 自发的召开北南族论坛 与会者是各部落的代表还有学校的族裔老师 讨论未来北南族部落学校的课程规划 很多意见领袖纷纷发言就怕北南族的文化要流失了 为了推动部落学校课程 北南族民族自治事务促进发展协会 在国立史前馆首次举办民族教育论坛 邀请各部落代表学校教师参与讨论 并分享在部落教学的经验 北南族部落学校目前进入课程规划阶段 由于招生名额限制在30名学生会来自不同部落 有人质疑课程是要采跨部落 广泛学习北南族文化的精英式学习 还是要回到以部落为主体的草根性的课程为主 我们是要回到部落学习部落本身文化 那为什么是要把这30个人拉到外面去形成一个小圈圈 而老师就说了一个经典名言 那这样子它是第11个部落 另外一年中北南族各部落祭典 持续在进行许多青少年也投身参与 要在10个部落推选30名学生 推举和评比方式要如何进行 以及学生权益也引起热烈讨论 这30个人跟如果排名在这30个之外的 然后这30个人受过这个民主交易的 他们跟没有受过民主交易的 他们的将来有什么落差 如果说今天这个跟祖宇 以后未来的可能生学制度的腰带有关系的话 那你光去选那个名额就变成这种排除 行政院圆明会规划利用10年的时间 推动14个族群30所的部落学校 可说是开创民族教育新的里程 被南族人积极推动 不过有人忧心 经费预算是否因政党轮替等政治因素而停办 但也有族人表示有开始总比没做得好 这次少人比较为台都市参谋 好来到都市原住民族居多的地区 这是新北市新北市议会 目前正在审查明年度新北市政府的预算 不过有市议员发现在原住民族居多的几个城市当中 包括台北市高雄市桃源县台中市 还有新北市这五个城市里面 就属新北市政府编给原住民族的预算 最少有原住民族的市议员连同非原住民族的市议员统计发现 台北市高雄市平均花在每位原住民族身上的钱 明年每个人将近一万四千块 但是新北市府花在新北市原住民身上的钱 明年一年每个人只分配到不到五千块 跟隔壁的直辖市差了将近一万块 市议员批评新北市长朱立伦不重视新北市的原住民族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做出回应 他用不同的计算方式计算 说其实新北市原住民的预算并没有减少 11月19日阿美族的新北市议员一将保留 跟李昆成林明仁市议员在新北市议会召开记者会 指出于西部五个原住民较多的五个城市来说 所编列的102年度的原住民族相关预算 平均每个原住民族人所分配的金额是最低的 而且总额度也比101年度预算少了近两千万 市议员执评朱立伦根本不重视原住民 以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 这五个原住民较多的西部大都市来比较 原住民族人口有五万一千多人的新北市 所编列的原住民相关预算总额虽然是第二高的 但平均每一位原住民族人可以分配到的额度才4813元 是倒数第二 甚至平均每人均分额度最高的高雄市差了一万元 但是高雄市的原住民人口仅三万一千多人 比新北市少了将近两万人 来看看两个年度原住民族相关经费预算总额比较 从101年度到102年度 其他四个城市都是增加的 只有新北市不增反减 而且减了将近两千万元 就算把公益彩券的盈余纳入这个预算里面 新北市还是五个城市里面最低的 朱立伦他对于这个原住民还有对于这个原民局 他的一个重视度有多少 那其实是非常的差 对于每年的预算 每一年的经费都在递减 对于原住民的照顾不是在增加 而是在减少 对于这个现象市议员痛批朱立伦市长根本不重视新北市原住民族人的权益 近年来非常多原乡的族人到新北市来打拼 而新北市政府对原住民的相关经济却是减少 一向罢了说这个现象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 而朱立伦也在稍晚的新北市议会议场的市长报告中做出回应 所以我看到这个统计表以后非常失望 我希望我们朱市长能够在这样的预算的规模之下 要好好的检讨他们整个预算编略的问题 让我们的族人多多了解 我们所认识的朱市长其实是非常不关心原住民的福利 担忧新北市的这个对原住民的亏待其实不会 其实我们是因为把它编列在多个地方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交通局的停管基金里面 就把乌来的停车场刚完成了编了一亿元 但是一亿元在公务预算里面看不到 那如果我们先把它反过来编在公务预算里面加起来 我们就比其他的个县市高了很多 朱卫伦表示其实还有非常多预算 都是针对新北市原乡或者原住民族人所编列的额外预算 因为没有列在公务预算里面 所以新北市才会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少 他说未来一定会开源节流 一定是反让市政继续进步 不会轻易让市民失望 记者格隆八号新北市板桥 采访报导 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 即便到了现代社会 不同族群拥有相同的信仰的时候 还是会产生冲突 例如10月28号 三百多名来自屏东三地门乡的 已经信仰道教戴天公的信徒 戴着传统服饰 戴着猎枪 到台南市麻豆区戴天府 进行静香绕境的时候 用排湾族名枪的方式来庆祝 但是公开举枪名枪 引起正反两面的评价 甚至引起警方的注意 认为已经有危害公共危险之嫌 对这群信仰道教的信徒来说 是极大的打击 那么今天换成来自澎湖的 非原住民族的静香团 到屏东三地门乡的戴天公静香 原本计划名枪庆祝 为了避免再度引起争议 这一次排湾族的信徒让步了 改以传统勇士舞来代替 屏东三地门乡部落居民 以盛大的烟火迎接来自澎湖的静香团 这是赛家戴天公建庙以来 首度有外来的静香团前来参拜 进行庙宇间的交流 原本已经申请以排湾族 传统庆典仪式的名枪来庆祝 但由于10月份在台南市麻豆区 戴天府静香绕境时 因公开名枪引起外界关注 庙方人员临时喊咖 以免再度引发争议 因为上一次我们进香 就是警方那边对我们的文化不太了解 所以有很多的争议 那我们就不敢再用最隆重的一种方式 来礼炮来鸣枪来欢迎他们 部落居民已排湾族传统勇士舞迎接 静香团圆 团圆真香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虽然无法亲身体验传统名枪仪式而感到惋惜 但首度欣赏到排湾族勇士舞也感到不虚此心 庙方人员表示 排湾族举帆结婚或是祭典都会名枪庆祝 在部落间也不足为奇 希望外界能尊重不同文化的表现方式 这次会临时取消名枪仪式 是不希望再度引起法律争议 及破坏庙宇间交流的美事 记者哥舍 屏东三地门采访报导 在今天国际媒体注意的焦点 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 在加萨最新一波的武装冲突 19号进入了第六天 以色列军方宣称 无论停火谈判进度如何 都准备要扩大在加萨的攻势 哈马斯组织也没有停止 对以色列的火箭攻击 到目前为止 冲突总共造成双方七十多个人死亡 这是长久以来 因为宗教跟种族冲突造成的战事 到现在还没平息 过去五天以来再度白热化 深夜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是茨奇比洛的救护车汽笛声 过去五天以来 以色列对加萨境内八百多个目标 投射了一千多枚的炸弹和飞弹 除了击毙哈马斯军事领袖贾阿巴里 以及策划火箭攻击的布亚 和三十多名武装分子之外 根据巴勒斯坦医疗单位的说法 遭殃了还有三十到四十名左右的平民 其中十八号白天被击中的这栋楼房 一家总共就有十一到十二人死于空袭 是新一波冲突爆发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攻击行动 全球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 也几乎口径一致谴责以色列 但以方宣称从今年一月以来 哈马斯从加萨发射了一千五百多枚火箭攻击以色列 光是最近这几天就有七百多发 尽管将近半数被代号铁穷的反飞弹系统拦截 但还是造成部分民防遭到破坏 连台拉维夫都难以信免 相对于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 欧美则是力挺以色列 就在局势紧张的同时 外交折冲也在台面下默默进行 由埃及出面斡旋的听伙谈判 以色列派出了官方代表团前往开罗参加 哈马斯则由埃及代表发言 至于会谈结果如何 接下来几天将是关键 记者徐佳仁报道 在台湾原住民族社群 进来的热门话题之一 就是司法院即将要在明年1月1号开始 在九处地方法院成立原住民族法庭 不过原住民族的传统规范 价值还有惩处奖赏的标准 跟非原住民族并不相同 反映在现行的司法制度上 就出现了冲突 例如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 虽然现任的总统是原住民族人 但是长久以来 玻利维亚宪法主要架构的定定 就罕见有原住民族参与 原住民族在传统上 都有针对各项犯罪行为的惩罚制度 如果以白话来说 就是其实都有俗称的私刑 但是由于国家司法机关 禁止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采取私刑 所以就有不少原住民族代表 想要跟政府协商 希望可以将传统的惩罚制度 融入国家的司法体系当中 例如爱玛拉族的原住民族人 最近就提议 偷窃的冠犯应该要被砍断手指 而强暴犯应该要接受化学去世 不过爱玛拉族人的提议 遭到玻利维亚政府否决 理由是违反了宪法的精神 爱玛拉族人鼓掌过后 这场讨论会正式展开 在会中 爱玛拉族人代表将会针对偷窃冠犯 和性侵犯的刑罚进行讨论 爱玛拉族人提议 礼犯偷窃的人应该要被砍断手指 而性侵犯则应该要接受化学去世 不过司法当局认为 这是提议违反宪法 否决了爱玛拉族人的建议 爱玛拉族人的代表有话要说 负责掌管原族民族司法事务的官员解释 爱玛拉族人代表的提议 违反宪法所赋予的尊重生命精神 对于爱玛拉族人的提议 有民众实证反不同意见 有人主张必须要加强刑罚 以达到贺阻犯罪的效果 但也有人认为 不论是砍断手指还是化学去世 都可能是过于极端的做法 在玛利维亚的各个原著民族文化中 针对各项犯罪行为都有各种既有的传统惩罚制度 这位男性犯了错 在部落里双手被绑在木头上 最好是警察来把被处施刑的男子救出来 也曾经发生过两位部落里的女性 在部落里被传统的刑罚惩处 不过由于国家司法单位禁止民众进行施刑 所以有不少原著民族代表自立与政府协商 试图将传统惩处制度融合到国家司法体系中 但无法取得共识 原著民族与政府拥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对于刑罚的轻重团级标准也大不相同 记者邱的正编译 台湾基层棒球界的盛事第十九届关怀杯 即将在11月24号开打 今天现在台北市举办了宣传活动 稍后回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欢迎回到原市晚间新闻 花莲卓西乡山里部落曾经从八年前开始申请行政人民会重点部落的经费 前后花了八百万打造部落取得当地一位私人地主的同意 无常使用一块大约六分地大的土地 然后以传统工法打造了一座祖屋 这座祖屋过去八年来成为部落举行活动 进行老人照护或是举行部落会议的主要的场所 就没有想到日前同样是赛德克族的地主 把土地卖给了另外一位新的地主 这一名新的地主要求当地的居民在11月底以前 把这座祖屋拆掉 让当地的居民感到很无助 花莲卓西乡三里部落从民国94年社区提报重点部落计划时 其中祖屋就是一项大工程 建造之初社区发展协会和地主说好了 祖屋所有权为社区发展协会所有 土地所有权还是归地主所有 不过当时土地所有权人只是口头告知 愿意强其供部落使用 而地主过失后由地主小孩继承 没料到几个月前无预警的将土地转卖给新地主 探究原因是原地主基欠新地主超过20万元 因无力偿还才将祖屋的土地及周边约8分地卖出 导致祖屋将面临裁迁 无条件说承租这个土地 那是之前的那个地主 结果就是去年 就是100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土地卖掉了 地主就不一样 我们使用了有一段时间 已经是近十年了嘛 所以平常在作业上也好 活动也好 我们都在使用它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 对这一栋房子真的是蛮可惜的 这样子 收回去的话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8年前部落以陶塞发展协会民意申请经费获准 运用行政院圆明会三年部落永续发展计划经费打造而成 祖屋不仅象征着部落文化重要精神 平常更是用于老人日间照护 部落课程实施 开办例行性部落会议等功能重要场地 8年来与部落作息密不可分 对小朋友文化认同上更是帮助很多 部落祖屋可能面临拆迁情况 部落运用了很多关系及情情拜托 请求新地主答应以地换地的方式让祖屋留存下来 不过新地主都未答应 且也寄存证信函要求部落在11月底立即拆除 新地主合法取得土地坚持要求社区发展协会在今年11月底前迁移 而发展协会也做出决议将如期拆迁 避免后续的法律纠纷 记者法务花莲作息采访报道 行政委员会强调防治原住民事故伤害有成 今天在台北市的原民会大楼举办成果展 我干嘛洗掉干电话啊 那你不要哥啦 他们妈妈们以戏剧的方式要传达饮酒 持冰郎对生活的影响 随九日行政委员会举办了健康元气安全部落 原住民事故伤害防治计划的成果展 并表扬了推动计划的地方首长与机优单位 可以看到一张一张各单位在部落所做的安全宣导 还有结合学校所做的事故防治等活动 从98年推动至今原住民事故伤害标准化死亡率 从98年的每10万人就有79.2人因事故伤害死亡 将至99年的每10万人有68.7人因事故伤害死亡 前进部落推动事故伤害防治工作与健康促进有了成效 就会长期的投入啊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个看到的情况 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很明显的像我们那个意外死亡那边 那个比例一直在从98年开始 一直逐年的下降 让这个辅导老师的协助 也有我们部落自己的健康的实际形 怎么样去维持我们部落的健康 我们部落的安全 而为了打造健康安全的部落 居民们都热心投入其中 不仅有年轻居民愿意回乡服务 更有高龄81岁的张哲也一起为部落营造努力 对于我自己的个人的身体也有帮助 因为天天运动嘛 所以我也对于我们的社区的环境也很有兴趣 像是电脑的资讯 然后甚至是一些行政作业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那可以至少说这个部分可以协助部落走去多推动 这次成果展除了展现部落居民的工作内容 也从计划中一同关心自己家人及社区的健康与环境安全 凝聚了部落相信力 更提升了部落的自主能力 这次我们就要来到台北市采访报道 基层棒球界的盛事第十九届关怀杯 即将在十月二十四号开打 今天先在台北市举办了宣传活动 小小棒球员们在台上跳的战舞 带动第十九届关怀杯原动力 十九日在台北市举办了关怀杯原住民要哈亥的宣传活动 而关怀杯即将在二十四日开打 这次总共有四十八个少棒轻棒轻少棒的队伍参赛 让每个学校的球队相互学习切磋球技 并以教育传承为主要的目的 我们的关怀杯不是只有棒球比赛 我要让他们快乐地打棒球 然后让他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让他们知道说应付团体的重要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改变的 活动现场也邀请了第十八届关怀杯少棒冠军队伍 桃园人善国小球员 即将面对一连串的赛程 有信心能再次夺冠 这次拉米狗球员阿美族的林志胜 与统一石球队阿美族的陈恩基 以及旅外球员杨耀勋及高国辉 都前来为小球员们加油鼓励 并带领着小球员们踏上圆梦路程 接着我们在拉路台北市采访报道 三年前花莲市萨吉拉雅族祭祀广场完工之后 花莲市的国府里就有一群平均年龄 大约75岁的萨吉拉雅的妇女 就在这个祭司广场摆摊卖菜 这些菜都是有机栽种 没有撒农药 虽然他们卖的菜并不多 但是有些菜色特别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 木鳖子羊桃菜 轮胎苦瓜三苦瓜嫩叶 这些菜在一般市场几乎看不到 但在花莲市萨吉拉雅族祭祀广场 就来自国府里十位萨吉拉雅族的阿嬷们 他们最年轻的七十岁 最年长的也已经八十七岁了 每天清晨六点多 这群卖菜的阿嬷就会陆陆续续带着 自己种的野菜上架贩售 虽然菜样不多 但都是自己种植的无毒蔬菜 来这里贩售的阿嬷都有自己的菜园 种出健康新鲜的菜可以卖给消费者 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吃 萨吉拉雅族祭祀广场完工后 已经三年了 这三年来 这些阿嬷除了周日休息外 其他时间上午都会在这里卖野菜 长期下来 这里已经成为消费者探索野菜的地方 这才来买的 这才来买啊 这才来买的 我都来这边买的 新鲜啊 当天煮 然后看这个菜就知道 没有少农药 都有做一次啊 对啊 然后也比较便宜 这间由花莲市公所提供的 萨吉拉雅族文创展售区 没有电 没有水 阿嬷们期望相关单位 可以把这个区域规划更完善 打造一个属于具有族群特色的野菜市集 带动地方产业 记者嘎召花莲市采访报道 高雄市一名78岁的男性 在上个月前往施打免费流感疫苗 却意外往生了 至今人无法相信 陈老先生离开人间 家属难言悲伤 像我们室那一家看 就让阿嬷 阿公正要跟我说话 今天他就都没办法说话 相应政府施打流感疫苗 家属高雄三明区78岁的陈老先生 10月3号前往里敏活动中心 施打免费疫苗 回到9号就出现较无力的症状 没想到到了月底 健康状况恶化住院 11月11号不幸往生 家属质疑是施打流感疫苗惹祸 我们第一现场看到的 就是明显的关系 他们就说他们要去 说什么科学证据 什么那个什么专业的 就判断 那我想说今天如果是他的家属 他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那个空闲时间 家属说两年前 陈老先生也曾注射疫苗 当时并未产生任何副作用 才让他今年再度去施打 面对高雄市疾管出解释 陈老先生属于个案 详情有待厘清 也让家属无法接受 家属的质疑 我们会尽量来协助他 质疑他厘清的方面 我想我们还是 我还是觉得是说 有中央的这些 他们的专家 学者专家来鉴定 是比较公平公正 其管出表示 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 致死原因是疫苗造成 已经协助家属进行预防接种 受害救济 厘清真相 记者李璇许正俊 高雄报道 非洲国家马力 在今年三月军事政变之后 现任的总统被推翻 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而马力北部的叛军 则是跟盖达组织的 北非分支势力结合 而且趁机宣布独立 他们在马力北部 占领面积比法国还要大的 沙漠地区 而且强行实施一连串 极端保守的律法 其中包括禁止当地游牧民族 传统音乐表演活动 而大批民族音乐家 也因此逃亡到海外 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摩洛哥 有一群阿玛塞族的文化工作者 为了支持流亡海外的 马力民族音乐家 特别举办了一场大型的音乐会 希望各民族的音乐 都可以不因为政治力的打压 可以继续传唱 这里是摩洛哥 音乐节的表演现场 而音乐节的地点 就是在摩洛哥西部 靠近阿尔巴黎亚边境的沙漠地区 这是西非传统 二十一根弦的弹播乐器 Kora 还有Temasek族的团体几鼓歌舞 非洲北部分布有不同的游牧民族 例如过去被武称为 伯伯族的阿玛塞族 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要阿玛塞族主办的 Taragat音乐节 自立宣传音乐无国界的理念 音乐总监表示 尽管这是一场在摩洛哥境内 举行的文化活动 但是活动的目的 是要向一千公里外的 马力音乐家致敬 这个来自马里的表演团体 今年一月才在马里的 Tembedu沙漠音乐节表演 团员当时根本没有想到 表演结束后两个星期 就开始被迫展开逃亡生活 首先是逃到首都巴马科 后来在三月政变后 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于是又再度被迫出走 这位表演者领导的 Tatik乐团一共有十名团员 他们全是The Meshach族人 曾经多次获邀前往美国 加拿大 巴西 欧洲和东亚地区表演 随着马里的局势二跨 他的乐团同伴全都各散东西 有部分逃望至不及纳法所 也有部分跑到毛利 塔利亚 一直到这一次Tatik乐团音乐节 团员才有机会以完整阵容演唱 摩洛哥的Tatik乐团音乐节 和马里的Tatik乐团沙漠音乐节 过去一直紧密合作 除了两地民族音乐家互相资源外 两大音乐节的组织者 更会互相访问观摩 不过随着马里局势二跨 在短期内 马里的Tatik乐团沙漠音乐节 只能暂停举办 记者邱人真编译 在今天上海气象的时间 气象主播是老外 老外请说 是的 观众朋友 来 和大家晚安 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告诉大家一个天气上的好消息 跟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各地降雨 明显的减少天气 转变成干凉的形态 而坏消息就是好天气 恐怕就只能维持到后天 也就是星期三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就从第一张卫星云图 一起来看 首先从这边可以看到 之前影响我们的这个封面云带 已经远离我们了 虽然目前在我们附近 还是有一些云雨带 但是强度不强 这也是这个降雨 缓和下来的主要原因 虽然明天在东半部地区 部分的地区 还是受到这个地形的影响 有零星短暂震雨的发生 但是这个降雨的时间不长 雨量于是也不大 而目前在温度上 白天感觉起来 还是带有凉意的 原因就是后头的这个冷高压 这个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冷高压的位置 特别是在清晨跟露夜之后 温度降得比较低 其中在我们山区的部落 最为明显 预估明天在台中的和平 跟嘉义的阿里山 最低温会降到只有8度跟7度 感觉已经很冷了 所以山区部落的居民 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 冷空气后头 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一道新的封面 预计到了星期三的下半夜 开始会影响我们 到时候 嘉义阿里山以北的地区 又会转为阴游雨的天气 同时温度又会再次的下降 提醒大家要多加注意 接着来看详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关心近海的风浪变化 明年的风向会转为吹偏东向的风 所以近海的风浪都会再转小 不过在东半部地区 最高的浪高还是可以达到两公尺 所以海上这些船只要注意安全 接着来看雨月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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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非常谢谢老外来到上海气象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今天的收看 我是古拉斯 祝您一夜平安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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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王玉萍和王玉忠兄弟两个 每个月都会到三德墓园来探望过世的母亲 他们已经在旁边预定了两座墓园 离我妈这边很近 而且一下来两步路就到了 以前我带我妈经常到大西走 经过这里 她都说 哦 这三德的风景很漂亮 所以那才会想说就在这个地方 王妈妈去世以后 王玉萍一度罹患忧郁症 足不出户 食不下咽 在太太的陪伴和教会的带领下 才逐渐走出蓝色的幽谷 其实我很爱她 可是我的脾气不好 那我妈的个性也跟我一样 所以我常常我跟我妈就会 就会讲话跟她顶撞哦 我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后悔的事 所以我现在都会跟我太太常常讲 我跟她讲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我就是我娶了她 我觉得人在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真的应该立刻把你心中的感受 你马上去跟她讲 不要等着你不在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真的会觉得你很后悔 我觉得那你应该平常就能够做到 会觉得